欢迎回来 接下来是12分钟的美股赚钱王节目 此后呢 我们的美股赚钱王将全新升级 以后都是12分钟的一个长期节目 就由我们作为我身盘的两位老师 J3老师和J老师 大家都很熟悉的两位老师 来分享每一次的赚钱的炒股经验 这也是匹配我们在7月5号即将正式推出的 全球首个中文美股 持盘直播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那么首先呢 我来介绍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平台的这样一个全新的规则 像我们的话 给分析师们都增加了一个很大的压力 他们呢 不仅要在自己用1万美元起跑 持盘进行一个PK 像J3老师 J3老师 两种不同的这种投资理念 就要进行一个对撞 不知道两位对这个有没有一个心理准备 农历 农历之中 J3老师打算盈利要多少 一周的话 程序比J3强一点点就好 实际上的话 就是两位老师呢 会把自己的每石盘的展示呢 从每一个细节都跟大家讲授清楚 像最近行情波动这么剧烈 这过去的三个交易日里面 是行情是互涨互跌 但是我们两位老师呢 都有自己的盈利在这里面 他们是怎么样去做到 在这样的行情下 仍然能有自己手中的一个盈利 甚至说像J老师的话 一笔单子能够盈利30% 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做到的 那么在这样一个石盘直播的演示里头呢 都能够充分的给大家展示每一个细节 这是我们全新升级版的 这样的一个石盘YP的服务节目 像我们的会员朋友的话 还可以加入以后 还可以选择每个老师进行站队 去支持 看看每个老师是怎么样 去选择未来的这个盘式 或者说策略 这样的话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 全新的参与感上的一个服务 这样的话 边学边使用 能够把实践跟理论 得到一个完美的结合 这三老师您打算怎么样 把您的这个炒股的哲学 跟这个自己的实际实操给联系起来 因为我们首先来说 是根据不同的产品和不同的资金量 会设计出不同的投资策略 另外还要结合着一个盘式 我们这两天看到大盘的高位的剧烈的震荡 所以说总体来说 我的仓位可能分成两块 两大块 一块是相对稳健的 波段性的投资的这么一个仓位 这样这个仓位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三个月 五个月的这种行情 前面有VIP会员知道 我持仓的FCIX 看期货同的一个趋势扭转 那么目前的话 已经逐渐的体现出来了 这种投资策略的话 可能会有一个相对长一点的过程 另外一部分仓位 可能的投资期 是7天到10天这么一个投资期 这样的话 投资的节奏上相对的比较平缓一些 这个适合大家有一个跟踪理解的过程 因为我们前面做很多交易 day trade的行情或者是日间强反弹的行情 但是大家有的时候不能够马上的反映出理解出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一个是石盘掩饰 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另外一个就是在交易过程当中 大家能够有这么一个缓冲期 能够理解我们在交易过程当中的思路 将来时间长了 资金量大一点的话 我们会把一部分资金拿出来 做一个相对的短线 在大家都理解了我们交易思路之后 然后我们再做一些短线的日内的一些交易 这是我总体的这么一个投资策略 先以稳定平稳的这种赚钱为主要的目标 现在我们的话 就是给每个费费分师也带来了一个中奖 像他们在每周周五的时候 我们都会给大家公布他们石盘操作的细节 账户的余额 他们盈利的比例 操作的股票都会全方位的展示出来 而且比如说是用累计盈利率来进行一个排名 像Jason老师 如果说他这周赚了2000 那么之后的盈利率可能就是20%了 但如果下一周 J老师的话一下就赚了4000块钱 累计盈利率到40% 那么J老师就会是当之无愧的获利的王者了 那么在通往国这样的一个比拼的话 既有中奖 也有在有20%亏损这样的一个中罚 所以说给每个分析师来说的话 压力跟动力是并存的 J老师您怎么看这样一个 自己以后的操作心态呢 这个我的操作心态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资金量大的 有资金量大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方式 那小资金盘的话呢 有一个小资金盘的一个 另外一个操作方法是不一样的 那么当中 同样这个仓位的大小呢 也会这个决定这个操作者的一些 这个心理心态上的一个波动 比如说一天涨跌5块钱的话 你可能觉得没有什么 甚至没有你一顿饭那么贵 如果说一天涨跌5000块钱会怎么样 那大家肯定会有很多的想法 市场到底怎么样了 那这只股票到底怎么样 然后就开始不断的反问自己 但是我们投资者来讲的话呢 我们所要克服的 也是说在任何的一种这个行情下 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 这个市场的一个反馈上的一个 生理上的 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个 和市场的一个反馈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所要克服的 其实呢 就是克服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呢 我还是侧重于通过这个波段操作 然后呢 短信上的话呢 短信上的波动啊 我可能就或许呢 如果说在我能判断出来 它是一个理性波动的前提下 我可能就任由他去波动了 就不会再入他了 但是呢 我也担心 因为呢 这个沃尔老师在节目当中 一直说说的爆仓的话 有可能那个人就是我 对 你看 这老师就很紧张 因为我们呢 这边还有一个赌分是后路的 这么一条规则 就是说一个分析师里头 至少要有20%的仓位 要是放在股票里面 就什么意思呢 一万块钱的这个 我们的总总共的这个仓位价值的话 至少都有两千块钱是股票 那这样的话 就等于限制老师自己说 哎 我就我就不动 我就在那放着现金 这实际上是堵住老师这个 想逃避的这个后路 必须要投 而且投就一定要赚钱 那么除了我们这两位 这个大家很熟悉的老师之外 还有像我们布尔老师 沃尔老师 还有我自己 都会加入到这个五个分析师 大PK的这个环境中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看一下 布尔老师的这个分析师测写 看看布尔老师 他又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和战略来应对 这样的一个 试盘操作服务的 美股金童 Brandon 加州州立大学金融本科毕业 炒股经历7年 18岁大年移民美国 开启了他的美股之路 一边上学一边打工 这是一个大学生的一个常态 打工的时候呢 我是去在一家外卖店去打工 然后正好呢 呃我的一个同事 他是Kelltech的加州理工的 呃他每天我们去休闲的时候 他一直在看那个股票 我就说你在干嘛呀 然后他说我在超股 然后是他给我的一些启发 你说你也超股吧 比较有意思 然后我就士豪特开了一个全商 然后就开始去这样超股了 所以开始自学 还是是别人教你 全是自学的 因为我也问他 我说我应该怎么去超股 他说你去看那本书吧 就是这个股票作手回忆录 他说你就看这本书 看完之后呢 你就会了 就是这一本启蒙书 投资大亨Peter Lynch 亲自点评 华尔街传奇 JC Livemore的自传 股票作手回忆录 让Brain感受到美股不可思议的力量 对赚钱的渴望 投资的兴趣 不断驱使着他 我一开始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呢 更多的是用基本技术面 去分析股票 找一个股票的买点啊 支撑阻力啊 这样子去操作 但是后来发现 这样的股票是不健康的 它没有一个好的 合理的一个内涵 一个好的基本面 所以我的操作 现在就是基本面加技术面 找到一个好的 基本面的股票 然后呢 搭配上它的基础面 再去做一个买卖 那你们用这样的哲学 超过最短时间内 赚最多钱的一次经历 就这个是以前了 我也正是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 做日内交易 两万五的 就可以去做日内交易 两万五下去 它给你撕北的一个杠杆 那我当时下去以后 几十秒 还是不到三十秒 记不太清楚了 就赚了一千多块钱 因为那个时候 对于一个 还在上学打工的人来说 是比较大的一个资金方 会发现 股票赚钱赚得这么快 这也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连续三年 每天五点起床 六点准时看盘 交易 直播 持续七小时 不间断 满满的热情 让Brand在齐全 害美股操作 持续获利 那你对自己的期许 美股制度的终极目标 是什么 其实每一个交易员 到最后他们的目标 都是以交易为生 假如说你可以在世界上 任何一个地方去旅游也好 度假也好 只需要打开看看盘 这个是每一个交易员的梦想 那我想 我希望我可以做到像 杰弗丽弗莫尔一样 可以单凭自己的一个交易理念 去在这个股市当中 去赚取自己想要的利润 当然结局不想像他一样 那会把美股当作一生的职业吗 因为我很热爱 因为有了热爱的话 所以我就会 我想我会一直的留在这个里面 他是中文投资网的美股金铜Brand 7月5号石盘交易正式上线 请看Brand的精彩表现 大家看完了Brand老师 这个分析师色写之后 想必已经对Brand老师的 这个流派跟风格 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认知 因为我们这次 这个石盘服务里头 还有站队这样的一个功能 这这次老师介绍一下自己的风格 来呼吁一下大家看 怎么样给你站队 我看他们都有各自的流派 我这属于无门无派 这是赚钱派 所以从下周开始 我们每周五会公布 每个老师的获利的情况 有一个龙虎榜的过程 这样的话 大家也都能最直观的 看到一个赚钱的一个过程和效应 另外如果想实时跟踪的话 就得在我们的VIP的会员当中 实时的一个互动过程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这种交易的思路和策略 所以说两方面 第一是体会交易策略 第二是看我们的这种获利情况 如果你喜欢我这种无门无派的赚钱风格 那就欢迎加入我的战队 投我的票 如果我是在本周获得了第一名 而且你也投我们的票的话 我们中文投资网好像有一个回馈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这是我的这种观点 好的 这VIP的朋友都已经知道 我们Jayson老师是自有哲学自成一派 那么Jay老师您的风格流派是怎么样的 我还是喜欢做波段 那么在做波段的过程当中 稍微的把止损 或者是把它的波动性 尽量的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尽量不要爆仓就好了 从整个波段来讲的话 就是说操作很简单 在某一个点位上方的话做多 某一个点位下方的话做空 就这个即可 同时我也会加入一些空头的一些指数 来跟手中的仓位进行一个风险上的对冲 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好的 看来Jay老师是贤利于不败之地 在求胜的这样一个流派 那么我们也可会给大家提供各种各样风格的操作 比如像我自己的话 则是倾向于基本面选择 去看这个股票自己到底是不是好 是不是符合未来的需求发展趋势 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喜欢短线或者中线的话 可以向Jay老师学习的短线流派 一天获利50% 或者说中短线操作 Jay老师这边30% 60% 都是一个可以选择的方式 也或者说可以选择像我这样的去寻找 长时间持股 像亚马逊一样 从10万美元直接持股到1亿 这样的话有一个小车可以变成一个大的豪宅 这样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种效果 此外呢我们还会在每周五时候给分析师公布一个龙虎宝 谁赚钱 谁不赚钱 一清二楚 大家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这个选择 实在选择老师不好的话 把它剃掉也长 那么在今年夏天时候呢 让我们一起加入我们的这个十番直播VIP 从美股里头获取最大的利润 想和我们一起赚钱的话 就请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接下来还有更加精彩的本周重要数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Jay岗 那么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这个十盘的这个活动 让大家看到一个真实的我 这是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 大家好 我是Will Do 在本次十盘操作中 我的想法就是投资的收益是我的 之后的奖金也得是我的 大家好 我是Brand 投资的奖金不光是我的 我还要让大家 我让我们的VIP会员朋友跟我一起一起拿奖金